我想 我今天本來是準備要就 常華社會安全網第二期的部分 有一些東西要跟各位救教 那因為剛剛我聽了 審法會委員 還有現容界委員 所提到的有關手機的那個部分 我想說我這邊也要提出一些想法 其實在上一屆的時候 李貴明委員就曾經問過法務部長蔡清 當時的部長蔡清想 就是有關這種社會的大型運動 或者是政治活動 會不會遭到監控 那當時的蔡部長非常的明確告訴我們說 不會 絕對不會藉由這些活動來鎖定有投票權的 這些國民的手機IP 或者是監控 這些民眾曾經參加過哪一些活動 當時的部長說得非常清楚 那所以說我們也是信任部長說的 那部長也說這個手機遭監控 因為是涉及一定是涉及犯罪嫌疑 負責的承辦的檢察官認為有辦案的需求 才會加以鎖定 如果沒有涉及到犯罪 我手機就不會被定位 結果這個剛剛兩位立委跟部長就請教的 王毅川這個人在節目上面表示說 總統選舉造勢到近期兩次的集會遊行都證明 有人就是給民黨中央有關手機使用者的資訊 那這個是王毅川在公開的節目中所說的 那我想請教的是部長 這個蔡前部長說謊 還是有哪一個單位在進行這樣的資料跟收集跟分析 謝謝委員 那我想這個 這個我並不清楚 他那個是有什麼單位做資料的數據的分析 但是我也尊重蔡部長的一個講法 好 謝謝 那部長那這樣等於是沒有回答 好 那我再請教一下 對於手機定位這個東西 我在這邊就直接我們來談一下 手機定位這個個資法上面的概念 我想法務部在政府以資訊國安為由 採用電子監控系統並追蹤手機 是否侵犯自由人權與侵害隱私 因如何確立合理明確的法律界限的專題報告中 法務部說參卓國發會 在107年11月7日發法制第107-200-2039號 以及同年月21日發法制第107-200-2136號 的解釋 似乎手機號碼及定位資訊是屬於個人資料 而有個人資料保護法的適用 這是當初法務部在專題報告中所說的 再來 在大數據運用及隱私保護 手機定位資料 與防疫應用之法律問題延期 由先前的行政院資通安全處處長 前洪偉他所撰寫的文章也曾經下過一個結論 就是手機定位資訊是個人的資料保護 保護法第二條第一款規定的個人資料 所以呢 我想請教部長一個問題 手機定位是不是屬於個資法的保護範圍內 手機定位這個是個人資料 的確是個資法的一個問題 好 謝謝 我想說這跟之前法務部的說法 也是就是 就是部長說就跟之前法務部的說法是一樣 好那既然手機定位是個資法保護的範圍 這個沒有問題 那我們就回到剛剛問題的起點了 那王毅川使用的資料是哪裡來的 這是我覺得很奇怪的一個點 既然定位資料是屬於個資保障的範圍 那這個資料到底是哪裡來的 當然這段時間有人扯說 新北市府在辦歡樂業濫層曾經做了什麼 那個是人流的 人流的管制 跟這個是完全不一樣 因為他講的內容包括到年齡 以及不同場次的交叉分析 這個你我都很清楚嘛 這個都騙不了人嘛 除非是不想動腦子去思考的人 就才會不知道這兩個差距在哪裡 一個是人流的控管 一個是 已經距識別化 初步識別化的年齡 以及不同場次的分析 所以這樣的作為 部長覺得 這沒有違法嗎 因為 這個是 法官保留的部分吧 你要對於個資的保障的例外 應該是屬於法官保留吧 這怎麼可以拿 怎麼會拿到這個資料呢 部長認為這個合法嗎 個資法 個資法的話 他可不可以合理的使用 那個個資法有做一個規定 他第一條就有規定那個 當然合理使用沒有問題 兼顧使用 而且這個應該不是 這個個資法有 要使用 應該是要按照個資法的 這些的規定來 這跟通保的話 不一樣 通保是要法官保留 那個資法的使用 這是一個有他的 另外的規範 他的保護的跟通保法 因為通保24條那部分 必須要監聽他那個內容的問題 好 沒問題 好 那這部分我再做補充 因為我剛剛可能說太快沒有說 因為這部分我個人認為是 一部分是跟個資有關 但是另外一部分是 手機通訊的使用 這會涉及到通保法 這部分會涉及到 法官保留的部分 我剛剛可能講比較快 好 那因為如果我們讓非官方 而且非犯罪偵查 非國安調查的情況下的 一般個人 就可以取得這些 手機定位的資料 甚至一些通訊方面的資料 通保法規範的範圍 或個資法規範的範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我到現在想 還是覺得 似乎有點不太對勁 那在這邊是不是 我覺得這個部分 是不是我在這邊 可以對他進行告罰 然後可能麻煩 那個 這應該是北檢吧 北檢或者是試檢 試檢能夠進行調查 最快我想說 因為 其實我說真的 告罰不是說找誰麻煩 也許我們是幫他釐清 他是合法的 給國人一個交代 不要讓大家 開始在 人心慌慌說 原來我這些資料 我以為是 秘密的我個資的部分 卻可以被人拿去使用在 政論節目 我覺得這有點恐怖 尤其是可以做 不同場次的分析 我是不是曾經參加過 太陽花學運 我是不是曾經參加過 哪一次政治集會 就可以做這樣交叉分析 我想今天不管是哪一個黨 都不太能忍受 這樣的狀況發生 所以我想 我在這邊就具體 我會具體告發 那 不管告發結果怎麼樣 我覺得 我都尊重 檢方的認定 也許檢方是 王毅川一個清白 這樣也很好 因為這樣讓國人知道 沒有問題 這個資料取得 可能是 或者是王毅川自己胡說八道 這也有可能 所以我這邊我想 我會做這樣的想法 因為我總是覺得 我國是五權憲法的國家 世界上國家幾乎都是三權 我們本來比人家 多了兩權 就現在不能把五權憲法 完全是一權 一權 專制國家 因為本來我們是 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的五權 就現在被搞了只要行政權而已 變成 執政黨所有的行政權 大家都配合行政權在玩 那我們變一權國家 突然從世界上區分最多的五權憲法體制 變成是一權體制 這其實還蠻莫名其妙的 尤其因為我這段時間 我從選前看到的飛彈的假簡訊 到反滲透法 用了一堆的那個檢調的資源 警察的資源下去查這些 里長什麼富東國旅遊 一直到 其實我看的一次比一次痛心 怎麼 什麼國家會被完成這樣 因為我以前以為的行政總理 我以前以為的 國家 憲法制度下的獨立機關 或者是法律獨立下的獨立機關 現在感覺都沒有那麼的獨立 也許是我誤解 但如果是我的誤解 也請說 大家我們這段時間一起努力 讓我們心中不再會誤解 讓我們大家都能夠再相信說 其實國家是真的很獨立 國家的 那個各個機關 行政機關 我們的五權憲 一直間是獨立 而且是有效互相檢測 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這個是剛發生的 也是國人現在開始會 會擔心的一件事 那我覺得 這幾天可能 因為這事情 我本來 因為昨天我都在立法院忙 我並沒有注意到新聞 但是今天早上 我看到很多新聞 跳出來有人在 談這個事情 那這種事情 我的手機又被定位 這次會造成人的恐慌了 就像之前有法院認為 GPS不能隨便裝 因為你GPS隨便裝 他認為這是侵害我的隱私權 所以當時有海巡署的同仁 因為辦案子而被判刑 所以我們現在又開始 我們就是推動要把科技偵查 要去立法 這國家是朝向一個非常好的方向 去走沒有錯 但是從 GPS都不能裝的 這個角度去思考 如果GPS不能裝 裝的是侵害隱私權 結果我的手機被定位 確實可以 那你告訴我說 我已經去識別化了 但是你去識別化的程度 到什麼樣 如果還可以做不同場域的交叉分析 我其實擔心這個是真的有達到 去識別化嗎 這個是我很擔心的一個點 不能因為我曾經參加過 拿機場的政治活動 然後我就要被政府了解 我的政治傾向是什麼 這是極權國家在做 不是民主國家在做的 這部分我想 部長你應該不會否定我的想法吧 這個我們也會來了解 好 那謝謝部長 那下一次我就再跟部長 請教這個有關 預算的使用 還有那個 這個監護處分的目的有沒有達成 好 謝謝部長 謝謝吳中興委員 部長好 好 在 詢問你有關於 我們現在監護處分制度的 相關問題之前 我有一個疑問想要請教一下 部長 我想請教一下 你有聽過這段話嗎 20歲到40歲就是 有些是小草 有些當然是太陽花的 佔了活動的6成 我們用手機去看他的年齡 差不多6成 那些年輕人的臉孔 民進黨很久沒看到 這些人跟原來的小草 我們有去比對過 他跟原來這個在517 民進黨樓下的那些小草 訊號比較起來 也是不同人 那就是說小草也沒有跑 那這批人跟上次我們的選舉 1月13號之前的選前之夜 比對也沒有關係 然後這段話誰說的 這個我不清楚 你不清楚 其實你一定清楚 是你不方便講 我幫你講 民進黨的這個政策會執行長 王毅川講的 當時他電視節目講 主持人很驚訝 現在進步到這種地步 如果可以這樣比 然後說 因為你去對他的什麼基地台訊號 就對得到 我要請教一下部長 我們在打擊犯罪的時候 資通訊科技會用得到吧 會用得到 我們有辦法像民進黨這麼厲害 比對到分向年齡層 然後太陽花的占比 然後年輕人的那個占比 然後跟這個選前之夜 某個集會 跟某個集會的那個占比 年輕人比較 哪些人有來 哪些人沒來 我們法務部做得到嗎 這個法務部不管這些的 法務部做得到嗎 你現在資通訊科技做得到嗎 法務部不是在主管的這些業務 所以這部分我們 我告訴你啊 資通訊科技很大 跟民進黨多學習啦 民進黨這麼棒 很偉大耶 比對到這種程度 你今天如果說 今天我們去查幫派組織 對不對 今天幫派組織在某個上里面 出現了多少人 去比對他的訊號 然後幫派組織在某個地方 開了紅門宴 對不對 那個所有的那個 那個旗袍禮服 然後那個紅地毯走過去 有嗎 不是嗎 之前很多這個狀況對不對 有沒有 以前啊 不是有一些幫派 他們會有一些大型的集會啊 法務部不會說沒有這些集會吧 有沒有 有沒有掌握啊 以前這些集會有沒有掌握啊 這個會 會 這個學法會 如果說 會有掌握嘛 那你職刑是所在嘛 沒錯嘛 對不對 部長 這個這個 我們會依法來處理 當然嘛 那我想請問 那可不可以用這個工具 那個 剛才我有提到的那一部分 當然 部長我先問啦 不解散 有不解散的 我們就會 沒關係 我要這樣講 那如果說單純的集會 這部分 不是 我們法務部 不是啊 我跟你講 我當然不是說集會 我說幫派啦 幫派的一些 所謂的活動 那你們今天犯罪真防 那 警政單位 你有辦法 你有辦法比對這件事情 我是鼓勵你哦 鼓勵你效法 民進黨 民進黨很厲害 能比對的 我們是依法行政 我第二個要請教你 這樣比對有沒有問題啊 這個是屬於 手機的 數據的分析嘛 對 手機分析 通保法 我們是主要是規範 中央 中華電信 可以提供這些資料 給民進黨中央嗎 可以嗎 手機基地台可以提供嗎 電信的基地台 可以提供這些資料給他嗎 包括年齡分析哦 包括517 在這個 所謂的那個 青島東路出現的人 跟你民進黨 這個113選前之夜出現的人 到底哪些人來 哪些沒來 裡面年齡層分佈 我們電信的基地台 可以提供這些資訊給民進黨嗎 可不可以 這個應該是 這個是 就法治論 你告訴我可不可以 這個在通保法裡面 並沒有規範這個問題 問你可不可以嘛 可以是不是 如果說法律沒有禁止 讓我們不明白 非常好 我鼓勵法律不住啊 法務部在那邊跟我講 可以啊 沒問題好棒棒 資通訊科技 可以這樣子去 老大哥去監控我們的民視 是沒有問題的 我今天聽到 部長你背書啦 我可不可以報告 我們法務部 我們是依法行政 依我 我當然知道 你們法務部不會幹這種事啦 好沒有 我就會嘛 法務部會不會做這種事 會不會做 不會嘛 你已經講依法行政 你們依的法就沒有 不能做這個事嘛 不會你跟我講 你們依的法可以做這個事嗎 可以嗎 部長 你停了5秒鐘 我知道你很為難啦 好啦 我不再為難你啦 因為我已經跟我們 沒關係啦 我跟你講 我不為難你啦 你也停了很久 可是我要跟部長講一件事情 今天我也不是 我是提醒部長 你作為民進黨的 政府的 法律守門人 民眾的資通訊的保障 也是法務部很重要的一個職責 如果說今天你竟然跟我講說 這個沒有違法 那抱歉 我不能接受啦 我不能接受 那意思是民進黨 要怎麼幹就怎麼幹 不能因為他是執政黨 我們的標準就有點寬鬆 沒關係 部長 不為難你